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284节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套用大唐本地话就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有道理 孙仁师认为自己的拳头不小坚硬程度堪比是花岗岩 30岁的年纪正是野心蓬勃的时候 再加上云叶不停的拿财宝诱惑 他就坚持认为好东西都该是大唐的 好的土地也该是大唐的 凭什么大唐的勤劳百姓这整天忙碌 他也吃不饱肚子呢 那些懒汉却能随便撒一把种子 等上个几十天就能收获 这天理何在呀 他认为呀 自己可以扭转这种不公平 身体力行是大唐将军们最大的特色 恨不能一天就整顿好军务 明日就开始向这种不公平开战 急活活的走了 他已经等不及要发财了 李安兰端着一壶茶掀开帘子走进来 发现云叶闭着眼睛 守在桌子上轻轻的弹动 正要说话 云叶摇摇手说 安兰 不要打搅我 让我安静一会儿 心里很乱 非常的乱 这团麻理不出来 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李安兰放下茶壶 却没走 昏暗的屋子里只能隐隐绰绰的看着两个人影 一个坐在椅子上 一个依靠在柱子上 天完全黑了 云叶依然从自己的世界里走不出来 在那个世界里 刀枪剑戟 俯乐勾唱 十八般兵器在碰撞 在撕鸣 在嗜血 雪一样的天空下 只有杀戮 一会儿是老成 一会儿是老牛 最后变成了孙仁师 牙齿上沾着血 在咆哮 在控诉 杀人者真的有理吗 敌人 什么叫敌人 对自己不利的就是敌人 这是老牛教给自己的 俩小便日 谁是正确的呢 谁都不正确呀 两条路都不是正确的路啊 窦燕山死了 却在云叶的心里复活了 自己现在干的事情和窦燕山 它有什么不同啊 两百人死在手里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老牛杀了人 现在还不能释怀 自己杀了人 却要依靠更强大的强权来保护 还找了可笑的借口来掩饰 可怜的 虽然施的大吼 把自己从无边的血海里捞出来 施淋淋的扔在岸边 一口一口的呕吐着 吞进肚子里的鲜血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暴虐呀 难道说我骨子里就是一个 是血的人 安兰 我该下十八层地狱啊 李安兰从后面抱住云叶的头 连连的说 不会的 不会的 你是好人 要下地狱 也该我下 是我害了你 都是我害了你 要不是为了我的野心 你也不会杀人 一个都不会杀 别胡说 我们点着了火 被火烧了 就该忍着 想要得到 不付出 不可能 我发现 我还是适合做一个顽固 领口上插着扇子 手里牵着恶犬 带着两个恶奴 刘进宝那样的 在长安街头 调戏一下美丽的女子 欺负一下卖菜的老农 如果再抢抢两个美女回家 就完美了 不行的 哥哥 你会被长安的百姓打死 打不死 也会被魏征那样的官员送官 最后会被发配八千里 还得来到岭南来祸祸土人 你说我就是一个祸害 走到哪都是 好好的一个孙仁师和我待了一个时辰 就变成了另一个红城 你知道吗 军队有组织的杀人 效率远远不是三千乌合之众能比拟的 孙仁师随便找了个借口 哪怕是自己家的一头驴失踪 都会杀进别人的小国家去找 当然 最后的结果就是 母驴没找到 他从人家牵回了好几百头水牛 说不定会把人家国王的肚子破开 找找自己家母驴的下落 岭南想要安定 等周边的小国家都被搬空了以后吧 那时候 你们就可以安心的种田打鱼了 在这个青山秀水的好地方 过上和美的日子 李安兰突然停了下来 在云叶的脸上拍拍 醒醒 你是大唐的侯爷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侯爷 你的身份决定了 你只能为大唐考虑 自家的子民都吃不饱饭 谁还管得着 那别人家的百姓啊 他们受欺负 是他们自己找的 我们不是没受过欺负 你是书院教书的 别说你不知道 五胡乱华的惨事 汉人都快被要杀光了 你杀一茬 我杀一茬的 笑于老先生讲这段的时候 好几回都哭得雨不成声 你跑这里做什么好人呢 快快的 把宝物运回长安 救起百姓 才是你这个做大唐侯爷 应该做的事情啊 云叶勃然大怒 自己居然被一个胡人的女儿 给教训了 这是奇耻大怒 得报复 不刺杀个几百上千下 哪里削得了仇恨呢 报复很累 尤其是腰 被刺杀的对象 早晨笑眯眯的起床 帮刺杀者揉腰 一边揉 还一边鄙夷刺杀者 自己面条一样的身板 你逞什么能啊 怎么 没刺杀个一千下 切身可数着呢 到最后一下 当五十下数 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不理他 老夫腰疼 今日啊 谁都不见 云叶裹着毯子 准备从早上 睡到明天早上再说 刚刚的瞇了一会儿 李安兰又冲进来 一把掀掉云叶的被子 这还光着呢 就把官服往他身上套 你打算让我光着屁股去见客呀 这就是一个没伺候过人的 连内衣都不给穿呢 李安兰三两下从床里找出了内衣 一连声的催促 快些快些 冯昂来了 就在客厅 点名要见你 哎 那这可得快点啊 越快 越是穿不到身上 等衣服穿好了呢 云叶也冷静下来了 洗了脸 上下整理一番 这才夺着方部 来到前厅 哎呀呀呀 冯公大驾光临 云叶有失远迎 恕罪 恕罪 进了门 见冯昂正在喝茶水 套花 这立刻就喷涌而出 冯昂没动身 头都没抬 又喝了一口茶 他才说 上回喝这茶 还是在京城 不想在岭南也能喝到 实在是脱了云猴的福啊 这是犬子的福宝 销售不了云猴打鼓的一片好意 惨死荒野 云猴就不给老夫说道说道 我很想给冯公说 这鼓啊 是山神敲的 但是见到冯公觉得谎话对您 对我那都是一种侮辱 冯公 令郎抢我的女人 还准备做我儿子的爹 事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我就去山上敲了几下鼓 你要做什么 晚辈接着就是 好 敢做敢当 我大堂果然没有废物侯爷 如果今日你还敢拿山神来蒙骗老夫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继尘 老家伙一巴掌就把桌子给拍散了 节节的笑着说 你拿山神说事 难道老夫就不会也拿神仙说事 你被神仙一巴掌拍死了 这也算是一个好借口吧 一句话就让云野冷汗直流 老家伙不讲理的德行他清楚 没想到他居然有一界面就发飙的胆子 事情出了 那就解决事去 老夫死了三个儿子 算他们有错在先 让你赔三十万贯 不算作讹你吧 冯岸果然是老狐狸 自己有三十几个儿子 死几个 他并不在乎 每个儿子给家里捞十万贯 是个好生意 还好小子只杀了三个 要是都杀了 就是把大唐国库搬空 也不够陪您儿子的呀 既然如此 云野就豁出去了 该死的无蛇 孙仁师这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还不快来救命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你不要拿京城的质带的性命 来要挟老夫 你说的没错 老夫的儿子众多 多死一个也算不得什么 但是冯家的老脸需要维护 为了冯家的面子 质带的命算得了什么 我云家不同 我家子嗣艰难 到现在就两个 少一个都不行 不管少了哪个 我都会用岭南所有的人的命 来填 风公 你不妨试试 老家伙说起质带 就是在告诉云野 你也有一个儿子在岭南 如果你杀我儿子 我就杀你儿子 云野 岭南的人命不下百万 老夫倒要请教你如何杀光杀绝 风公 你也许听说了我是从一个奇怪的地方来的 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疯子 其中就有一些专门研究怎样才能最快最有效的杀光全世界的人 他们的研究进展很快 就我所知 就有四种 其中的一种呢 最是简单易行 虽然杀不光全世界的人 杀光岭南还是可行的 而且三年之内 谁进入这片土地 谁死 风公 你要不要试试啊 神仙就是这么教弟子的吗 那个地方太疯狂了 所以我师父才会不要命的带我跑出来 比这杀人实在是无趣 风公 不说别的 就天花一种 你不知道什么是天花 但是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做卤窗 有这东西就足够让你岭南 万劫不复 彭昂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指着云叶说 你敢逆天而行 做此恶徒之事 就不怕老天收了你吗 被逼急了 我有什么不敢的 谁碰我儿子 我就让他全家死光死绝 拖上整个岭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最好祈求我的孩子长命百岁 否则你看看我敢不敢 鲁窗对古人来说呢 那是一个恐怖的恶魔 提都不能提 现在云叶突然提出这个可怕的假设 让一代萧雄逢岸的头皮之发麻呀 心惊胆颤 谁也没有胆子去试试那个可怕的可能性 云叶你杀了我儿子 没错 我是杀了 除了赔命 你要钱我给钱 三十万多些 没那么些铜钱 穿家之宝代替行不行啊 那要看是什么宝物了 宝石就算了 邦家不缺少那东西 如果有极品琉璃 还可以考虑 两个人又回到正题 云叶不再提天花 冯昂也不再提人命 李安兰从后院抱出来一只琉璃兔子 放在桌子上 冯昂哀伤的看着兔子 好像在看自己死去的儿子 冯昂 这东西的价值 没有你想的那么高 不知什么原因 云叶还是把这句话给说了出来 李安兰奇怪的看了云叶一眼 见他不动声色 自己只好坐在主位不吭声 当木偶 云叶 老夫这辈子杀人无数 也见过数不清的英雄豪杰 马上马下 真刀真枪的厮杀 我从未畏惧过 就算是死在敌人手上 我也会笑着死 可惜这些年 胜利的一般都是我 看他一副很沧桑的样子 不明白他要说些什么 却看到他从身后的剑囊里 掏出一只剑 放在云叶的手上 这只剑有直头粗 长度挤近三尺 黑色的尾羽 箭头很奇特 别人家的箭头呢 要么是尖的 要么呈三角形 冯昂的箭头 却是一个小铲子 寒光闪闪 这样的箭 威力比不上破甲锥 飞行呢 也会受到影响 不伦不类呀 冯昂不言语 来到墙边 云叶这会儿才发现 墙边呢 靠着一张巨弓 见他没怎么动作 那张巨弓就已经被拉开 寒光闪闪的箭头 对准了云叶 李安兰惊呼一声 趴在云叶身上 想要为他挡箭 云叶这时候 居然没心思去管那只 随时可以要他性命的箭 却低下头 看李安兰 见他紧闭着眼睛 浑身紧张的发抖 眼角不停的 有眼泪流下来 嘴哆嗦着 要说什么 却说不出来 拍拍李安兰的肩膀 笑着说 傻女人 你的身体还挡不住那只箭 下回要挡啊 穿上铠甲再给我挡 想推开李安兰 发现他居然把自己抱得紧紧的 云叶 老夫这一生 无惧无畏的走到现在 刚才 就在你说出 鲁窗这两个字的时候 老夫真的害怕了 别人拿这个来 威胁老夫 老夫会在第一时间 剁下他的头 只有你 我不敢 我而智带在追随孙四秒 学医之时 听他说过 你对鲁窗的认识极深 如果世上还有一个人 能够治好鲁窗 那么就一定是你 你能治 那就说明 你已经制服了鲁窗 你说 可以让岭南遍地鲁窗 老夫不敢不信 大业三年 十五个寨子成为了鬼寨 数十个活着的人满脸窗疤 比鬼还可怕呀 整日在山林里游荡 不敢见人 被誉为鬼人 这是老夫亲眼所见 潜随人寿一年 高州鲁窗县 家母神仙一样慈悲的人 亲自下令封锁高州 城里惊慌哭嚎之声 三月不绝 家母立于高台 血泪俱下 元气大伤 人寿二年 家母就病逝于广州 凄惨如此 你叫我如何不畏惧鲁窗啊 云叶 离开岭南 离开 否则 我一定会忍不住杀了你 三个儿子算得了什么 你就是全杀了 你看看老夫会不会皱一下眉头 我生于死 长于死 岭南虽然荒僻 却是我祖先 刀耕火种 与野兽厮杀 和蛟龙搏斗后 留下来的卧土 我冯氏族人 也必将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下去 你是魔鬼 岭南不敢留你 你多留一日就会荼毒无穷 一个山神打鼓 就让我门下二百多人死无全尸 一具岭南有无尽的财宝 就让满朝的薰贵 对岭南趋之若鹜 海峡对面战火不绝 离开 速速离开 带着你的财宝 带着你的粮食 带着你手下的一群野兽离开 再也不要回来 否则 武 是杀儒 才说完 粗大的剑织 就呼啸着 从云叶耳边夺过 穿过厅堂 胳膊粗的竹子 一连被射断了三根 浓密的树冠 一头就栽倒了地上 刘进宝趁机钻了进来 横在云叶和冯昂之间 只要云叶一声令下 就会扑上去 无蛇也悄无声息的出现在窗前 滚出去 云叶冯昂一起指着刘进宝赤骂 刘进宝之后委屈的收起刀子 灰溜溜的 沿着墙角蹭了出去 不明白他们在玩什么 无蛇自然也消失在了窗前 老冯 你他妈疯了 敢拿进射我 知不知道刚才 我的头发被弄断了好多根啊 你赔得起吗 你以为我喜欢到这片 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啊 我最大的希望 就是老死在玉山里 埋进祖坟里 听清楚 老子是被窦燕山绑架在南兆的 弄死窦燕山以后才流浪到了岭南 看看自己的娃那有什么不妥啊 你的三个混账儿子居然敢打我女人的主意 被干死了又如何呀 顾着你老冯的面子才用了山神打鼓这个法子 我要是不管不顾 还他娘的山神打鼓 早就是云猴拆鼓了 老子要是对你的女人狗狗答答的心怀不轨 你老冯早他娘的把剑射过来 还会想到留面子 要是老子不过来 你儿子当了我儿子的爹 你不就是我爹了 这口恶气不出 老子回昌安 还不得被人笑话死 怎么做人呢 不用你催 要不是我儿子女人在这 这个蒸笼一样的鬼地方 我一天都不想带 财宝 我当然会带走 还有你家的六成 一起给我拿出来 是陛下的旨意 不是我要的 粮子我也会带走 大军四处征伐正好需要 那些野兽我会留下了一千名 好保证 我不会被你那些儿子戴绿帽子 老冯 现在是千年未有之变局 盛世即将来临 我大唐铁骑注定要踏遍千山万水 你归缩在岭南怎么行 造两只大胆的船你会死 光知道在陆地上逞英雄 有本事你去下海 你不干 老子干 早就想当海盗了 小时候做梦都想 说这些话的时候 李安岚没命的掐云叶的胳膊 尤其是说到戴绿帽的一截 更是死命的拧啊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尽在喜马拉雅